繼續以秉持著香港人員精神 共同保護著民謀家園的平安 我們還記得在這世開辦這件事 是我們總委的寶寶社會責任 希望又多個社會企業 很好的消耗人員 今天很榮幸可以代表一一人力銀行 然後來慰勞幸福的弟兄 把我們這個一百萬 以我們最崇高的敬意向你們表達 我們希望以後不要發生這樣的事情 但是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希望你們有更好的裝備 可以保護你們自己救出更多的人 謝謝你們 我們一一人力銀行 真正和心台幣一百萬元 我們將會用在 我們的一艘消防人員家 來控制收救中備手續上 在這次的地震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各縣市所有的收救人員 都到台南去協助整個一個救災的工作 那這也是表示就是說 目前我們在整個地震災害的時候 全國的整個收救的技術或是能力 都不斷的在提升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次台南市 在整個處理的過程裡面 事實上也處理得相當好 那各縣市也發揮了很大的能量 去協助整個一個救災的工作 那我們可以感受到 社會大眾對這一次的整個救災 大家都會覺得說 希望能不能為這些特殊人員做一些什麼事情 那我們非常感謝人力銀行 在這一次的整個一個救災的工作裡面 願意捐贈一千萬給各縣市的這個特殊人員 來做相關的一些裝備器材的一個購置 對於人力銀行有這方面的議局 我們這邊代表新北市消防局表示非常的感謝 我們這一次經過921到現在已經一二十年了 那我們成立已經兩年多快三年 那因為三年來 因為有在收救 在訓練 然後裝備有一點破舊 那剛好這一次下去 因為為了整個隊的一個 那個救災的方面 那也安全了 所以說我們這一次回來準備 想要準備一些一個比較安全的一個裝備 這樣子 那剛好我們也很感謝我們111 能力銀行的資助 個人裝備目前都還不是那麼充足 那我想從這部分可以先來充實 最主要是機動是壓在愛動下面 那我們破壞了這些牆壁之後呢 發現裡面的格局格間 都跟原先的預料中的不一樣 所以對於一個定位方面本身就是很困難 所以當時也是運用了很多的 譬如說生命探測器 生命雷達來一一來測試 所以在整個過程是非常緩慢的 而且比較困難 速度比較恐怕 真的 好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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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bbar 中文字幕——YK